来一起为他加个油 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 残血浆 这个守墓 先知野人调香 这套阵容 我觉得邦邦打起来还不错 别救宝瓶 搬的话 佣兵没有 祭司没有 前锋没有 机械师没有 搬了一套国家队 就只有顶出了一个先知 单先知 而且先知在打邦邦上面 说实话 效果也是一般般 或者说不是特别好 看见要抓个守墓人 守墓人叫铲子 两连炸弹能炸出来吗 预判你这个走位 没炸出来 打一刀是亏的 打一刀蛮亏的 这边先丢一个炸弹 打一刀 五秒炸弹封口子 不让你进 这边再等 等等等等 哎嘿 这个五秒炸弹 不错 守墓人被骗到了 五秒炸弹被骗 还是蛮常见的一个事情 第二连 先知的鸟 一刀打 好 遥控雷开了 守墓人这边 得直接交铲 这也不交铲 遥控雷瞄准 一颗直接收掉了 看位置 看位置 野人已经来了 一颗遥控雷炸出来 好的 这个铲子换一个遥控雷 不亏的 不亏的 他能够帮守墓人 再牵制个十几二十秒 其实是不亏的 看先知这边 能不能给个鸟了 我觉得这个鸟也不给野人吧 这样野人还能救一波 漂亮 两连炸弹带走了 放一颗炸弹 好的 几率性很好 通缉到了先知 外面的话 先知调食修修的确实快 能够 对吧 自己的电机修掉以后 可能第二台 比如守墓人飞天 可能第二台都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差一台电机啊 看野人这边救不救吧 这边是一波莲花 四脚炸 封住 先把这个人守过半 野人先卡半久 先对遥控雷炸一波 炸炸 炸 补 补 漂亮 野人的小走位 一刀 等 过半了 过半也得救啊 那追到野人 好的 完成一波双导 守墓人这边白板 带走 这一波双导 加一个卡过半 求生者已经是彻底崩了 因为他这个四脚炸弹呢 时间不同啊 就 其实 就算你走位很好 或多或少 还是会被炸到的 刚才野人只能怎么样 就是他要走位 躲掉那颗遥控雷 可能相对来说 会更有机会一点 但是你还是得防救 防救不下来 然后当时这个血线呢 又比较紧 这里过来找到先知 有遥控雷的 先一颗炸弹 封着有口子 第二颗炸弹 尽力补上 炸到了 炸到两颗炸弹 或者直接打一刀 打一刀 加一颗遥控雷 一颗十秒炸弹 干扰这台电机 第二颗炸弹补 差一点点 这刀直接打就好了 一刀带走 舒服 节奏完美去上 野人被破敲自起 这野人自起是看见的 丢一颗遥控雷 炸一下 哇塞 帅 哎这白地 对吧 你说是那个 绝活帮帮 什么皮皮虾呀 对吧 鱼生啊 我也信的呀 打得很好啊 这把 状态起来了 这条件事来救人 救得下来 电机也不够 救得下来 电机也不够 这边 炸一下 香水得回啊 你香水得回 这个人就不能救了 拦住就行 这颗遥控炸弹 没有补到 补到的话 这边追上去 直接把这个 条件事秒了就行了 现在的话稍微压一手 看着 死守这个先知 稳赢 死守这个先知 稳赢吧 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条件事 不可能救得下人 这怎么救 野人一颗雷收掉 挂上 可挂 他这边要追个4 野人是教自己的 要追个4 野人骑猪 烧猪 两炸 打一刀 野人速度起来的话 这刀能追上吗 这刀追不上 稍微再拖一会儿时间 刚才在野人 其实速度没起来的时候 追一刀就好了 刚好有机会 能追一刀的 虽然我们上级视角的话 没有操作压力 所以说这种该追的刀 看上去就比较简单 为什么会没打到 其实你自己在打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操作压力的 反应就 不会像在观看的时候 那么的 快了 炸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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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这跑得好快啊 人都没了 没影了 反正等 等野人倒地 调尸教自己 等野人倒地 一个五秒炸弹 骗一手 封你这个口 遥控了一天 手上面这野人必倒 打完 挂也行不挂也行 是三秒传送 调尸 不教自己了吗 不教了 教是教了 但是已经投降了 这把确实打得很好啊 哎呀 我们直播间这是人才辈出啊